自从刀狼回归大众视野后 身上的争议是越来越多 云朵事件还没结束 如今又被人实名举报抄袭了 真的是人红是非多 这段时间 网上有一个名叫王金兰的女人 自称是新疆音乐人 举报刀狼抄袭了她二十多首原创歌曲 就连刀狼这个名字也是抄袭她的 此事一经曝光 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所有人都觉得这肯定是无限 认为王金兰就是想诋毁刀狼 达到炒作自己的目的 据悉 一个名叫天涯大雄王金兰的社交账号 自称受王金兰女士的委托 帮其在网上曝光维权 翻看这个账号 从11月18日开始 便开始发布相关视频 先是介绍了王金兰的个人简介 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原创歌曲证明 但这些证明全都是委托人个人的说辞 并没有拿出任何的真凭实据 随着事情的越闹越大 不少网友也是半信半疑 觉得刀狼都火了二十多年了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人说她抄袭呢 随后 在11月21日 这个叫王金兰的女士 更是发布了一条十名举报 视频中 王金兰表示十名检举员 新疆都市报总编斗 剑生 娱乐记者侯辉 娱乐编辑 亦光明以及刀狼 在长达24年的时间中 董剑生党人与刀狼进行权钱交易 挑戒他自己的二十首原创歌曲和笔名 华 强先注册了版权和署名权 除了这些 王金兰还爆料了很多其他黑料 甚至称自己和家人被这些人威胁 希望大家关注此案件 此番爆料一出 再次引发了全网热议 按理说 都2024年了 不会有这样的恶人专门出来碰瓷 毕竟闹大了是要背负刑事责任的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王金兰是越闹越起劲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是坚决不相信 而且在其种种说辞中 到处存在争议 而且偏偏在刀狼开演唱会的时候 发不出来 这不是明显的蹭流量吗 另外 目前的所有举报 王金兰都只是口头阐述 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所以更不用说真假了 这件事发生后 刀狼本人并没有做出回应 但有记者专程询问了 王金兰提到的易光明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金兰所谓的举报都是胡说八道 是在恶意诽谤他们和刀狼的名声 易光明还透露 王金兰其实闹了很多年了 以前是他们的一个同事 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 把警察都弄得哭笑不得了 而且他还有意想症 但都因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没有搭理 这些年 他们都没有理睬王金兰 但没想到他又闹起来了 希望网友和歌迷辨别真伪 不要相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说的话 除了这个回应外 11月22日 刀狼所在经纪公司阿压拉索 也有发布声明 称王金兰女士发布的信息都是虚假 涉嫌侮辱诽谤刀狼 公司已经进行了证据取证 另外 公司也已经报案 会对王金兰和账号持有人进行起诉 追究民事责任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依旧是坚信不疑 认为刀狼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不过 在看天涯大雄王金兰的社交账号 并没有因为经纪公司的回应 而选择了闭嘴 相反 11月23日 天涯大雄王金兰的社交账号 还发布了一条个人维权通告 这份通告里再次提及了刀狼等人 剽窃王金兰20首原创歌曲的事 另外 维权通告还表示 要求停止所有侵权歌曲的行为 另外还将对其公司提起诉讼 因为手上有王金兰明歌日记原稿为证据 此外还要求对方对其进行一系列赔偿 事情到此 真的是让人有些迷惑了 如果真的是造谣诽谤 那么刀狼经纪公司根本就不需要客气 直接报警抓人 但如果双方真的存在纠纷 那这是可能还有下完 对此 你怎么看 天涯大雄王金兰后续还会爆料什么 坐等后续 请不吝点赞